歡迎各位觀眾朋友繼續在鎖定愛爾達電視 那在今天為大家送上的2015年桌球世界巡迴賽德國公開賽的四場決賽 馬上要進入到最後一場的比賽 那麼最後一場呢將會是男子雙打的冠軍戰 畫面上是兩位地主的德國選手波爾跟法蘭茲斯卡 這次大會的第八號種子 他們要迎戰的對手呢是俄羅斯的斯米爾諾夫和斯卡切克夫 所以這一場男子雙打的比賽呢 相對來說會是一場歐洲的大戰 可想而知歐洲的球員 本身的技術特點就是屬於中遠台的鑲持能力比較強 所以可想而知今天這場比賽 勢必會有多拍的來回球可以欣賞 那進入到了德國公開賽的最後一場比賽 可以先來看一下雙方整個晉級狀況 首先德國的組合其實他們在這系列的晉級算是非常的順利 包括了在第一輪 直落三局淘汰了香港的何君傑跟李漢明 那第二輪的比賽也是直落三淘汰中華隊的黃聖聖跟江洪傑 那第三輪的比賽呢同樣直落三擊敗的是日本的丹宇孝希和松平健泰 所以相對來說其實波爾跟法蘭茲斯卡他們在對戰亞洲的雙打組合 可以說是沒有遇到任何的一個挑戰 對 另外在俄羅斯的組合這邊四面洛夫跟斯卡切科夫 他們第一輪3比0擊敗了瑞典的卡爾森搭檔 第二輪也是直落三擊敗的是 克羅埃西亞的坦瑞武和波蘭的王增益這個組合第三輪3比1 淘汰的是韓國的陣容值跟金銘席 同樣在第三輪3比1的局數擊敗的是韓國還蠻強勁的對手 所以其實慢慢可以看得出來在歐亞之間的一個對決 歐洲的選手慢慢的也可以占有比較好的一個上榜 對 以往來說其實雙打項目是這個亞洲球員是比較強的 因為由於台內球控制的技術是比較優於歐洲選手 所以在雙打上面是有一些優勢 不過這次的比賽歐洲球員也都有擊敗 分別在各自的晉級路上都有擊敗亞洲球員 所以可想而知在目前他們的整個技術風格上在短球的部分 台內球的控制也都是有進步蠻多的 而且相對來說是不是因為在更換了新球之後 球體比較大的關係對於歐洲這個球員發力的狀況來說 也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掌握 對 因為新球體的關係 所以其實是力量大的球員會比較有優勢 所以對於歐洲球員來說就會有一些可能會優勢上會更明顯 而且也能夠順便在甚至是台內前三把也有可能會有一些分數上的提升 嗯哼 那在比賽開始之前的空檔也可以來介紹一下雙方球員 在德國的組合這邊先來看到波爾 相信是有在關心桌球的球迷朋友 最新的朋友應該都非常認識這一位德國的老將 沒錯 名將 他是今年34歲的年紀 是組有直拍的選手 那他生涯的單打是拿過了31座的冠軍 在巡迴賽有拿過18座的冠軍 包括了年終總決賽也有一座的冠軍 那最近他在最近一次的巡迴賽奪冠是2010年的日本戰 那他今天的搭檔法蘭茲斯卡世界的排名在第60名 今年23歲的年紀 那在2013年的時候在德國戰的雙打冠軍 也是他在整個山亞裡頭唯一一座巡迴賽的冠軍 剛剛忘記提到的是在波爾的部分 他過去在德國自己家裡的這個比賽裡頭 拿過三次的男子雙打冠軍 那其中一次2013年就是跟今天的搭檔法蘭茲斯卡一起拿到的 對 法蘭茲斯卡就是比較年輕的球員 也是繼波爾阿奧恰洛夫喔 還有之前的素食還有巴姆他們 接下來是新一代的 新生代的這個男子球員喔 所以德國目前也是對他喔 也是寄予眾望喔 希望能夠 反西斯卡能夠在這個德國隊的團體接下3號的這個位置喔 那尤其法蘭茲斯卡跟波爾應該是在最近這一年開始呢 是比較固定男子雙打的一個搭檔喔 對 不過比較特別的一點喔 反而是在接下來蘇多的市井賽呢 波爾並不會跟法蘭茲斯卡一起搭檔來參賽 是跟中國的馬龍喔 所以法國的一個搭配喔 對對對 因為這個在這個國際桌總喔 等於是說中國隊目前喔 因為他們本身的實力喔 都是蠻蠻強的喔 所以在這個等於是說 男子雙打的部分創造一些話題喔 讓這個國際的拼檔更多有更多矚目的焦點喔 嗯哼 非常難及於雙打的冠軍戰正式的開始 不過可能對德國組合還是稍佔優勢的情況在於 他們左右手持拍的一個輪轉 對像這個球剛剛這個球就很明顯的喔 機會一出來兩個選手都是用正手在做連續的進攻喔 所以就會有站位上的優勢喔 而且剛剛上個球就可以很明顯 哇好球 可是在場面有直接找到機會做進攻 對 這球Franciska跟進的相當的好喔 哇好球 質量也是相當的高喔 在第一開始的比賽裡頭喔 感覺反而是兩位24的選手 好像沒有辦法太快去跟上整個節奏 嗯 哇好球 台內的快調 這個開局5比0喔 對 德國隊看來是 在比賽準備是比較充分喔 好球 哇這球做得不錯喔 很快的拉出一波6比0 感覺在斯米諾夫跟斯卡切克夫兩個人在一個球路來回的搭配上好像比較卡 哇總算開虎了 拿下了第一分 特別是雙方都在這個台內球擺得還滿住的喔 對 不賺的 嗯這球沒有挑好 接下來這個波爾發球 控制住短球 哇好球 Franciska在台內短球跟進的速度都不錯喔 所以 這個 待會這個俄羅斯組合喔 可能要考慮一下不再回擺了 哇又是在一個雙方都只正拍的情況之下連續進攻 對 所以左右手就是有這個好處喔 一上手之後兩個人都能夠用正手喔 那正手的攻擊力量其實是比較大的喔 所以比較能夠有效的拉住對手 對 德國的組合第一局9比2大幅的領先 波爾發球 白端 哇 腳會被帶開 對 這個球Skashkov已經看準了對手的站位之後 再回到直線 對 哇好球 這個球Skashkov在中台喔 反手選擇直線喔 也是比較難的線路喔 因為 以直線來說他的路徑是比較短的喔 所以 在球的控制上面喔 是要更精準 喔 這球給的好 對 給的夠快喔 趁球還沒有起跳沒有太高的情況下喔 就先逼了一個長的喔 也給了現在 波蘭茲茲卡跟波爾有六個橘末點出現 喔 差了一點 波爾這個球反手 喔 這個球一向也都是這個波爾的一個蠻特長的這個技術喔 中台的反手 喔 差了一點 對 差的太高了 連續被化解掉了兩個橘末點 好球 揭發球的側擬 導致有點壓迫到了俄羅斯這邊的回擊 所以在第一組的比賽 最後呢 就是由德國的組合這邊還在順利的穩住正腳 11比6收了下來 我們稍微收了一下 再馬上回到比賽的現場 艾爾達電視今天一系列的德國安賽冠軍戰 最後一場男子雙打的比賽 地主的波爾跟法蘭茲斯卡在第一局 11比6率先拔的頭籌 接下來馬上要進入到第二局的比賽 那麼今天喔 在地主選手的部分 是蘇爾加跟善曉娜拿下了女雙的冠軍 那儘管在女單蘇爾加沒有辦法獲勝 但是第二名做收 也對於蘇爾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哇 這球發球出台喔 哇 好球 看來這個 法蘭茲斯卡啊 他這個發球的質量是相當的重 這個下旋球 質量是相當的高喔 所以讓這個 對手沒辦法拧過來 好球 這麼多了 這個想要做一個第二時間的回擊喔 對 這個想要晃接喔 好球 在台內的揭發球 其實就是有效的牽制住對手 好球 不過在第一局打到現在為止 其實雙方都有刻意的去壓制讓對手連續起拍的進攻 對 控制 哇 好球 哇 這球 這球 Sminov 反手的晃接喔 這其實蠻困難的 因為在拍面是在最後一刻才變化喔 你如果說對於這個球喔 技術上沒有承受到那邊 這個球是很容易會失誤的 Sminov的世界排名第78名喔 年紀也是38歲的老將 對 其實打的蠻久對不對 Sminov 好球 這個步法移位很快喔 Franciska 我年輕喔 步法上面 在小碎步的調整上面就可以比較快 德國的組合 銀頭桿上追蹤了3比3 白端 哇 就掌握住這個對手回擺的過高喔 這個機會球 這腳步跟得很快 對 因為他看到球 稍微半出台高了 他就要準備要贏前喔 這球 所以其實接下來也製造了俄羅斯選手 有在這一盤回擊的一點壓力喔 不過現在看起來就是 德國隊在台內球的控制會比較好一點 好球 就同樣一個半出台喔 在白端之中 尋找這個對手回球偏高了 這個機會球 雙方的對拉 哇 好球好球 中遠台的香池 對拉 對 對 兩位選手最終是穩住了正角 對 這球 歐洲選手的力量上的一個展現 真的是 在現場看球應該也是非常的精彩 對 所以剛剛左右手的優勢喔 又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因為空間都直接可以讓開喔 所以 在 國內喔 在搭配或者是說 教練在搭配雙打選手的時候 還是可以 可以以這個一左一右的組合喔 來做一個 思想上的這個先準備喔 哇 又是 台內的凡松寧 嗯 那包括了波爾 或是在 蘇耶諾這邊 兩位選手其實都還算蠻有驚眼的 對 在台內看誰能夠先控住球 嗯 8比4領先的是德國的組合 波爾發球 這時候可惜喔 嗯 跟進得很好喔 嗯 這時候可惜喔 跟進得很好喔 跟進得很好喔 哇 好球 好球 這個 台內的凡松條喔 他不單純只是調這個 呃 線路喔 他在這最後的部分 這個手腕的變化喔 也讓對手抓不太到 他這個 要出拍的這個最後的節奏 哇可惜耶 嗯 其實這個從過來的路線 是有在凡斯卡的掌握當中 對 而且對手的空檔已經也跑出來了喔 好球 7比8 追到了1分差俄羅斯的組合 Smyranoff的發球 哇 好球 這個時候看起來 這個差球完全沒有準備好 嗯 只是在最後一刻喔 才變化 這球的節奏 才更換 好球 哇可惜這個球 嗯 要求的質量比較高一點 對 也並不是太難的 並不是太難處理的這個球喔 雙方再度回到1分差 而且1分1分其實都是蠻重要的 5局而已 拉住 哇這球 Franciska沒有拉住啊 哇這球 這一分 讓俄羅斯手下來 9比9 那接下來就雙方在這一局的後半段 回到了平手的江竹 對 現在看波爾會不會過來喔 繼續用反手擰喔 嗯 還是一樣 還是這個球還是相當的有效喔 一般台面就直接加壓的進攻 讓他們10比9 再度先出現局末點 這局打來是蠻驚險的啊 哇呀可惜了 這個發的夠低喔 所以不好擰 10比10 所以當這個對手手要擰的時候 發球方就可以控制 但球過往的高度喔 這個弧線壓低一點 就讓對手沒辦法那麼好擰喔 對手 回白 哇 也是掉下去了 這個球 也是有點摸不著頭緒啊 這個球 對沒有跳起來啊 德國的組合 又出現了一個局摸點的機會 好球 這個球落點 放過來 現在有點被卡住的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腳步踩穩 12比10 讓波爾跟法蘭茲卡 再下一局 現在的局數2比0的領先 在這場比賽當中 取得了聽牌的優勢 好球 回到愛爾達體育台的轉播現場 德國折頭公開賽的冠軍決賽 南極雙打的部分 對於現在地主的組合 波爾跟法蘭茲卡來說 2比0的局數領先 又再上他們其實在整個 來回的過程當中 其實球控的算是還滿主動的情況之下 這場比賽是大有可為 對 這個台內球的控制是德國隊的組合 前面整個兩局的主要原因 而且在這個機會球把握上面 也是把握得比俄羅斯組合來得好 所以目前 其實如果說德國組合再繼續 在這個細節上注意好的話 是很有可能拿下來今天這場比賽 這球 那其實牆上的選手還滿值得關注的是 在法蘭茲卡的部分 因為其實對於歐洲的選手來說 23歲真的是還滿年輕的 對 那是他們的這個運動生涯 都是比較長啦 比較慢才會這個 等於就是成熟期比較晚 那法蘭茲卡這個等於就是相對年輕 那麼世界排名也是 最近也是不斷的在提升 哇 好球 這球 逮到了 逮到了 Timo這個球 反手質量並不是特別高 法球得了法蘭茲卡 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60名 哇 逮到了成長的位置 柏爾這個球 這手回擺 速度上慢了 人進去的速度慢了 所以回擺就高了 好球 這個俄羅斯組合也在注意柏爾這個 台內喔 反手擰的這個落點喔 盯住喔 哇 夠重 好球 所以想要直接做拉拍的進攻 難度也很高 這邊在這個球 在戳的時候也特別用力喔 在手指上面也特別加力喔 所以這球剛剛過往的質量是很高 好球 好球看來這一局喔 這個俄羅斯組合打得比較主動喔 在台內也不打短的了 直接就是往長的就開始 先行的批長喔 或者是擰起來 哇 可惜喔 這邊都已經整個跑偏了 然後在第三局裡頭 德國的組合遇到了一點亂流 接下來這一板 其實T&OBO並沒有跟上來 對 好球 那這一局 這個俄羅斯組合在台內的球喔 也比較敢挑喔 也收到了都不錯的效果喔 哇 可惜了 連續在拉球的進攻上 兩位德國的選手 也沒有前兩局來得那麼順手 哇 好球 這個球是走中路 有點擠壓到了Franciska 對 反而這個時候 這個Skatchkov 出手也比較敢果斷了喔 出手的質量都相當的高喔 很快的10比1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組合的橘墨頂 前面有洛夫的一個回發球掛網 喔 好球 剛好拉到波爾的手上 那我想這個時候 俄羅斯組合很有可能 很有機會可以再拿下這一局喔 哇 注意板的揭發出力 對 完全掉動彈的對手 這球手很鬆啊 目前落後蠻多的 其實這時候德國組合 其實蠻放鬆的這種態 會試著將注意力 再放到下一局去 對 結果這個反手拉球的位置 把Franciska沒有順利的打進 11比4的比數 讓俄羅斯的組合順利的搬回了一城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到比賽現場 對 順利的搬回了一城 比較大的關鍵 還是他們在進攻端上的一個 台內球處理 對 已經做了一點改變 對 在台內球大膽的皮場 以及台內的挑打 讓台內球不再只是回擺 讓德國隊有上手的機會 所以在上一局 這個時候 俄羅斯的組合做得蠻多的改變 所以收到不錯的效果 接下來這一局 我想 俄羅斯組合如果想要再將戰線 拉到第五局的話 勢必 在台內要多做 再繼續做大膽的挑打 以及批償 現在雙方在研究的是 這顆球 是不是有一點破裂的狀況 對對對 所以 不過我再稍微做一點檢查 確定球的狀況 可以繼續進行比賽的話 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不然應該會去找 製成財產來做的球更換 對 目前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不然這次卡發球 哇 好球 再度是 重新的連上線的兩位左右手舉牌的選手 反而剛剛這個球的突破關鍵在於說 德國隊先批償喔 也不回擺了 直接批償進入箱子球 好球 這球 Francisa跟得很好喔 雖然對方的反拉 但是他已經先到 站到位置來等了 兩個發球分都守下來 2比0 默契 默契不錯喔 好球 你到了中路的位置 這球就是說 橫拍喔 比較難 處理的位置就是這個中路喔 因為需要這個 需要時間喔 去想說 到底是要用正手 或是反手來處理 那一猶豫之後 就會可能慢了這0點幾秒 就有關係了 尤其又是雙打的比賽 你看你在跑位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少會被影響到喔 對 對 那在陷入到0比賽落後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組合是緊急喊了一個暫停喔 趕快來思考一下 因為其實這一局開局很明顯的 兩位德國的選手是有備而來 對 德國的這個波爾他們還是 但是進攻比較有侵略性 這是今天為大家送上的 德國觀看線裡頭的 最後一場冠軍戰 是男子雙打的部分 雙方再重新的回到台桌前 還是俄羅斯的發球 好球 好球 哇這球 是一個 波爾的機會喔 一位上面慢了 我看得出來這個 德國隊喔 在這一局的時候 注意力在短球部分喔 也有在提升喔 不像上一局是 幾乎是由這個 俄羅斯隊來控制喔 所以調整得是蠻快的 喔 拉住了 對 其實先彈住的是 你又有一個控制之後 接下來他們 可以找到很多突破的一個機會 對 就拉住的翻手位 其實一左一右的組合 你拉住了兩個右手的翻手位喔 這時候基本上勝算是很高的 你只要自己不要丟球的時候 這個部分 這個環節如果做得好喔 其實是蠻優勢的 好球 這球拉得夠低喔 如果說拉的球夠低喔 對方是很難反拉的 中心也是做得相當的 相當的低喔 來 拉住反手這邊 還是剛剛反手 哇 結果這個球喔 是在正手擋回來的一個角度 所以讓兩位 德國的分手無力找獎 這個身材優勢喔 手長腳長 這個真的身材優勢 這個球波爾要換手也來不及了 哈哈哈哈 那波目前在比數上 德國的組合6比2還是有4分的領先 這個球可能破掉了 剛剛進行一下 這個球的適應之後 我們會馬上重新回到比賽 這個球是不是好像也破了 練球也可以把球練破嗎 這個 可能球 被 第二個球也是 品質沒有那麼好也是破的 那輪到俄羅斯組合法球 再來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問題喔 哈哈哈哈 嗯 他再練一下看球 對 嗯所以 好像在這個 嗯 對練的過程當中 聽得出來這個球的 彈跳有點問題啊 好 再來換一次新的球 重新再來吸引一下 嗯 現在 雙方 跟王力的一個 嗯 組合在討論說 這個球是不是好像也有點狀況 對 因為聲音不太一樣 嗯 在雙方對練的時候 其實聽得出來啦 說這個球如果有問題的話 擊球的一個 嗯 狀況是比較 聲音是比較 對因為聽得出來 如果說 球的 球的 有壞掉的話 聲音是不一樣的 嗯哼 直接要換第四顆球喔 哇 在今天對於公開賽的 最後一場冠軍戰 這個球有點不聽話 哈哈哈哈 這也是蠻少見的 嗯哼 換球換到第四個了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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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球好像終於比較堪用喔 對 嗯 那就 第四顆球 翠平中選 繼續擔任 比賽用球的重責大任 繼續回到比賽的現場 對 好啦 你這是卡的發球 哇這球 哇這球 哇人沒有到位喔 哇這個球 凡之凱有跟上 好球 拉住反手位 現在主動方還是在 德國的組合 好球 哇 哇這球 拉住了反手位 嗯 還是有看住的情況之下 一路佔優 順利的收下分數 哇這一球打得很精采喔 對 不論是進攻喔 甚至是在防守端的這個 俄羅斯組合喔 也都救了相當漂亮的車 分數呢 是讓德國的組合收進口袋裡喔 拉開到了四分的領先優勢 是 哇擰起來大的側旋喔 今天這個球 史密諾夫啊 好像對這個波爾 擰起來這個球喔 一直找不到一個很理想的 出手的點喔 這球失誤是蠻多的 好球 好球 嗯 在這個 呃 鬼谷 呃 二色選手這邊啊 想要做反手拉成的進攻喔 其實是還沒有踩穩的狀況之下 嗯 這球拉丟了 進一步拉開到了六分的領先 9比3 哇 沒有跟上 這球波爾這個 在跟進的時候 慢了一點點 這球已經下坠了 對 這球來不及了 垂白 哇好球 這球粉絲斯卡比較精彩喔 拿下了這一分 德國的組合波爾跟法蘭茲斯卡 10比4 手中現在出現了六個冠軍點的機會 哇 這球直線喔 給了夠直 但是德國隊還是蠻有機會的喔 嗯 還有五個冠軍點 對 佔據的主動喔 還是 不斷的保持進攻 還是比較有機會 哇 這球又是個直線 而且連續都是掉動到了法蘭茲斯卡 對 把這球 角度給的夠漂亮喔 還有四個冠軍點 現在輪迴到法蘭茲斯卡發球 來看看德國有沒有辦法有效的組織這一波的進攻 喔 連丟三個了喔 哇 結果這個時候德國趕快還一個暫停喔 對 因為已經連丟三分喔 而且都是有機會能夠拿下的喔 不過相信只要在波爾跟法蘭茲斯卡這邊 可以重新回到一開始比較穩在穩打的局面的話 應該這樣比賽要拿下來不是太大的問題啦 那關鍵應該還是兩位選手在現在 面臨到冠軍點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心理上可以擺脫那個壓力 對 節奏有點過快喔 這時候其實慢慢來再 再多回擺一個 或者是說 上手的節奏 拉住加轉喔 就可以了 不見得 不見得這個節奏 需要進行的這麼快喔 往往比賽都是這樣 一到了 越到了後面喔 有機會能夠拿下比賽的時候喔 自己本身的這個節奏還是要保持住喔 嗯哼 再度回到比賽 哇 所有家 比較可惜喔 剛剛在女單 沒有辦法順利的封號 哇 這個球 結果發過來之後喔 對 這個球 節奏球的變化喔 被再度化解掉了一個之後 現在雙方只剩下兩分的差距 不過應該說俄羅斯組合其實打來也很有韌性 對 這時候因為比較放鬆了 哇 最後一個總算也是靠著波爾喔 過來真的翻手擰喔 看來這個 史密諾夫對這個波爾翻手擰這個球啊 還是沒有辦法做到一個有效的解決喔 所以這個球又是讓德國隊拿下了最後一分了 最後又是吃了這顆球 對 同樣的再來一個 所以最後波爾跟法蘭茲斯卡 在這一場單子雙達的冠軍戰 十一比六 十二比十 四比十一 十一比八 是以三比一的局數在家鄉富老的面前 擊敗了俄羅斯的斯密諾夫跟斯卡切戈夫 也成為了2015年的 德國公開賽男子雙達的冠軍得主喔 這兩位選手在2013年的時候 也在這一場比賽裡頭 藍雙封王喔 時隔一年再度重新回到了這一座王座 也是非常恭喜他們 是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為各位觀眾朋友 來送上一系列的 德國公開賽的賽事轉播 也感謝韋晶我們一起來欣賞精彩的比賽 我是秦玉婷 我們在下一次精彩的比賽當中再會了 大家掰掰 掰掰